HELLO 今天要叫的是潮狀for迴圈 看到這個名字應該很容易就可以猜到它的意思 沒錯 就是多層迴圈 也就是說迴圈中還有迴圈 那我們先看一個例子 執行這一行程式碼就會看到這個結果 大家可以先試著想想看 為什麼會得到這樣的結果呢 了解程式碼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把自己當成電腦 一行一行的執行程式 在執行的過程中把變數的值寫在紙上 然後觀察它們 如何隨著程式執行的過程而改變 潮狀迴圈其實很像時鐘 當秒針從0轉到59的時候 分針才會加1 然後秒針又從0開始 也就是說當秒針轉一圈 分針才加1 用潮狀迴圈來比喻 分針就是外層迴圈 秒針就是內層迴圈 當內層迴圈執行一輪之後 外層迴圈才會到下一項 了解潮狀迴圈的原理之後 先來看看這個程式碼範例 外層迴圈的所影變數是i 它會從1遞增到5 因為我們設定range161 內層迴圈的所影變數是j 它會從1變到2 因為我們設定range131 當j從1變到2之後 i就會加1 然後j又從1開始 依照這種方式持續下去 直到外層迴圈結束 就可以看到這樣子的執行結果 那看完這個影片 有沒有對潮狀復迴圈 又更了解了呢